來進行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滿順的 當然接下來這一場球賽 當然對中國的劉斯文一大的考驗 畢竟他碰到的是新加坡最強的馮天威 馮天威在今年的亞洲個人錦標賽 也打敗了劉斯文 所以對劉斯文來講 這場球賽應該是非贏不可 萬一又輸給馮天威 中國的教練團應該會考慮 他是不是能夠參加巴西的奧運會 所以對劉斯文來講 不僅是要闖入四強 甚至要拿到這次公開賽能不能拿到冠軍 對他的積分 對他能不能代表中國參加奧運 是一大的考慮 主要是希望可以藉著最近的比賽 來獲得教練團的信任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整個畫面看到了也是主審也是中華台北的教練 這個裁判 我想對我國的這個派氣的執法也相當的肯定 所以這場球賽還是主審副審都是中華台北的裁判員 那麼在畫面上方是新加坡的選手馮天威 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名 劉斯文的世界排名是比較高一點的 排在第二位 那在前面兩場比賽呢 馮天威分別是以4比1擊敗的日本選手 另外16強的時候呢 是以4比0來打倒了北韓的對手 劉斯文的部分呢 則是32強 在32強的時候以4比0獲勝 那16強呢 也是4比0 所以他在前面兩場比賽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丟掉任何一局 對 那兩位選手呢 發球的 馮天威 他的打法呢 是屬於橫式握拍左右進攻 那對上中國的劉斯文 劉斯文呢 也是這種打法 那劉斯文呢 打球的節奏 就是進台快快為主 所以雙方呢 在來回的對抗當中呢 一般來講是 女子選手是左右開攻 來調開對方 像劉斯文這個球呢 就打出他應有的一個水準 那當然對劉斯文來講 今天的比賽呢 除了左右開攻之外呢 側身的搶攻喔 要稍微積極一點 畢竟呢 新加坡的馮天威呢 他的這種正手拍呢 非常有殺傷力 如果你不側身搶攻的話呢 有可能馮天威呢 會適時的做一個側開 來先壓住劉斯文的一個節奏 所以重點還是在先搶攻的這個部分 對 這個雙方來回球是必定的 這是女子選手的一個特性 那 第一集的開擊呢 中國的劉斯文打起來滿順的 而且節奏很快 哇 這一球衝得很快喔 好球 發球搶攻 是在所有的單打 不管男子 女子選手呢 最能夠得分的一個武器 當然要有好的發球啦 比方說 轉與不轉 落點的變化 這個一個擊掌球 這個球 直接的出界喔 這又是沒有發進去耶 這個過程喔 當然互相的 也了解對方發球的一個習慣 習性 當然馮天威很有經驗 他知道劉斯文呢 他的整個優缺點 好 來回加速 又是擠到劉斯文的中路 身體這個部分 對劉斯文來講呢 也是最難打的啦 畢竟呢 左右兩大角度 劉斯文的反應很快 呵呵呵 哇 這一球擺動速度也太快了 這就是劉斯文的 主要的打法 哇 這個直線 一個拉開 哇 要準備搶囉 馮天威也知道 不能站在一個位置上呢 讓他左右開攻 先做側身呢 就是馮天威的機會 哇 又是比較主動的嘗試攻擊進攻 所以在劉斯文這邊呢 他是持續在拿分當中 哇 這次的揭發球 出現了意外 比較不應該喔 對對 這個球 難度也不是很大 當然一般馮天威想說 打出的球要轉一點 結果是出界 對 測開 哇 漂亮 速度又拉得非常快 那最後這次的正手拍 是劉斯文拿到分數 哇 這個球劉斯文打出 應有的一個測開 這個如果不測的話 劉斯文就是被動了 所以非常的積極 好球 哇 又是再來一次 對 劉斯文防得不錯喔 加油 現在比分變成了9比5 好球 進台的 好 好 所謂的短球的一個波攻 也是可以看出 馮天威的反應很快 步伐一定要跟得上 這個球 這不容易打 哇 再次的進攻 哇 想要再來一次 結果 這一球並沒有打進了 所以現在 劉斯文在首局 他擁有局點 10比6 反手打直線 這一次的攻擊有點出乎劉斯文的意料之外 對 一般來講 應該要稍微掉開劉斯文的正所位了 他反手今天打得太快了 不過最後呢 還是讓劉斯文拿下的第一局 比分呢 是11比7 還是發揮了左右調動 快速的進攻機會 幫助他呢 在這場受矚目的對決當中呢 率先拿到了第一局 歡迎再回到這場比賽 那麼在8月8號進行的中國外賽 現在是進入到了女子單打8強的階段 而中國的選手劉斯文在剛才的第一局 11比7 率先拿下來 那就從剛才老師有提到 這場對劉斯文來說 也是這樣重要的一場對決 看能否來成功復仇 對 當然對 這個 馮天衛來講 輸掉第一局 戰術上 整個技戰術一定要改變 對 一定要打開 尤其劉斯文呢 正手偏右的位置要先讓他啟動 跑位 當然這個球他是反拉 因為畢竟劉斯文呢 反手的這種節奏非常快速 一定想辦法呢 讓他步伐稍微移動 哇 確實是 又再來一球 對 如果以這樣的位置 給劉斯文今天的這種發力呢 而且擊球的時間 就是球落 球桌 第一時間就反拉了 這個確實是難度很高的 那也打得蠻順的 又是快節奏 又是快節奏 那馮天輝 目前來講 感覺上是跟不上 有一點沒辦法去適應 現在再進入到第二局呢 反倒是劉斯文接連取分 比數4比0了 整個士氣呢 好像 都是被劉斯文所壓制住 有時候打球呢 就是那種自信心 那從這個畫面看來 馮天輝還是沒有找到好的一個節奏 靠著對方回擊出界 馮天輝拿到了第一分 進攻 沒有打好 這場比賽他的失誤率是不是比較高一點 對 也沒有非常積極的做好 一個進攻 再進攻的這個氣勢 那比分呢 主要是也有落後 選手要慢慢來 對 先帶開 又是一個機會球 這個是馮天輝呢 他在正拍呢 他比較拿手的 也沒有打好 沒有打好 這兩球 接連都出現了失誤 比方他在現在的第二局 狀況越來越糟糕了 1比6 哇 哇 持續掉分當中1比7了 對領先的劉思文呢 一定是不手軟的齁 剛剛也提到齁 最主要的在 亞洲的個人賽呢 敗給的馮天輝也是教練團 有所要求他齁 可能要加強一些齁 齁 出手 還是一樣啊 不過 機緊啊 不過 在比賽應該落後了太多分了 所以 第二局來講 黃天輝 應該是 是不是有點放棄 有點放棄 那想啊 可能再打下一局吧 看看下一局 重新開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拿到了第二分 不過 比數方面還是2比9 好 完全是 劉思文的速度 好 最後在這一局 劉思文有點是徹底打垮了馮天威 讓對方呢 在分數方面 只得到兩分 少少的兩分 11比2 目前在局數方面 2比0 歡迎再回到阿爾達電視台現場 來欣賞 2015年桌球世界巡迴 在中國戰的女子單打八強對決 那麼在剛才 前面兩局呢 劉思文分別是以11比7 還有11比2 我都拿下來 而且特別是 剛才 第二局 馮天威 不曉得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好球 對啦 還是要 要對自己 要有一個信心之外 要有企圖心 就是 搶攻再搶攻 你沒有好的搶攻 劉思文的這種速度 我想對馮天威來講 完全跟不上了 台內想要P一個長球 這場比賽 馮天威的狀況是比較差一點 哇 在前面兩局呢 也失誤比較多 目前比分現在變成了1比1 這個球 不容易拉啦 應該是說 在劉思文拉回來的弧線又低 你要反拉呢 難度就增加了 好球 完全還沒有對上快節奏 也是 馮天威的一個失誤 他自己都覺得非常無奈 對 完全是還沒有 完全進入比賽的 來回球 好球 終於呢 反手的對抗 打下了第一分 那以馮天威的技術 事實上呢 左右的開攻 左右的相持呢 他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你劉思文也沒有那麼輕易 一兩球就能夠拿下來 所以我想馮天威 心態上應該要保持著 他的這種穩定 他還是可以抵抗 對對 好現在這一球呢 劉思文自己又回出去了 3比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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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在台內 這處理球 今天 這畫面出現好幾次了 對 他就是 讓馮天威呢 偏右短球為主 哇 漂亮 真的是完全是 設計好的 也知道馮天威呢 第一個會有 反手擰 那 劉思文呢 加速的反拉 那一場一短 現在比分呢 變成了5比3 劉思文還是領先 哎呀 哎呀 馮天威已經掉開了 劉思文 退後了 當他 從中台來講呢 事實上 劉思文的 威脅性就比較弱 但很可惜啦 今天馮天威 總監的 打不出那種士氣 哇 這種球也沒有撤開 哇 我想 比賽齁 可以看出齁 在選手的這種 感覺的這種 自信心沒有的時候呢 你什麼技術都沒辦法展現 就是馮天威現在是處於 比較沒有信心的狀態 哇 哇 8比3喔 在第三局 結果這個分數還是被拉開 跟先前的第二局非常類似 哇 我是想要 反手的 第一時間就反拉 他的反手就是打不回去 對 那今天來講 面對的劉思文 事實上 劉思文打出來的球 又有力量 又有速度 事實上也不容易回擊 又開始了 加速了 完全是 所謂的 弧線呢 克制的馮天威 10比3 那現在劉思文呢 又再度拿到了局點 還是一樣的結局 那在這一局的比賽當中 馮天威呢 只有拿到3分 劉思文 11比3 在第二局第三局呢 都是以比較大比數 目前在局數方面 取得了3比0的 絕對領先 歡迎再回到將比賽 那想不到 來自新加坡的馮天威呢 他在今天的狀況 到目前為止 前面的三局全部都輸掉 0比3 大幅落後 而且 就二三局這個比數 看起來是 完全沒有競爭力的 對當然今天喔 也還是要 特別注意 劉思文呢 反手的加速 這個球 也是 觸網沒有過 所以 馮天威呢 還是 落後了 1分 他在 這個是 運氣 沒錯喔 運氣都不在他這邊 反拍的加速 可以看出 劉思文呢 事實上 就以反手 就可以 可以整個 壓住整個局面 他也不需要側身 他本身就是 反 反拍來 掉開你就可以了 他現在只要用這一招 就夠了 對對對就夠了 我突然來一個長球喔 但是還是掉分了 0比3 喔 這個教練 新加坡的教練喔 應該是說 我要喊暫停的 雖然 士氣上 感覺 是在 劉思文這一方 他是喊 趕緊的呢 讓 馮天威呢 是不是 心態上呢 好像也沒有講很多耶 所以說 是不是 就是 也不要放棄啦 應該是沒有提醒什麼戰術 他也知道說 比賽的過程 馮天威 哪邊有出現問題 只是叫他緩和一下 剛才 暫停一分鐘 他差不多20秒就回來了 應該不到20秒 這表示 只是讓 馮天威 安心很好 對對對 進行上好 不要說馬上放棄 喔 這是在 第三局的時候呢 就 常看到了 這回球回的太長了 全部都擋飛掉 0比4 這局 大幅落後 又是 反手 一個對抗呢 基本上 劉思文呢 只要回擊過去 就拿分了 也是 之前所兩個對抗 很少見的 這個馮天威 完全沒辦法 做好一個 箱馳 好 差邊 終於 馮天威拿下的第一分 靠著是比較一顆幸運球 雙方還是有四分差 現在這邊要突然來轉正手的進攻 好 喔 再次的 啊 拿分喔 現在劉思文 失誤的頻率反 那邊的比較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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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漂亮 這個過程當中 啊 啊 劉思文呢 還是沒有放棄喔 啊 對劉思文來講喔 一定要 機會來了 還是要趕快的把這一局拿下來 那如何拿下來呢 積極的搶攻啦 也不能太多的過程 對 積極的這個發力喔 這個明顯的喔 已經做一個強勁的反手 就是回到他先前拿分的節奏 對 他就是讓你一兩板就把你打垮他 因為畢竟呢 馮天威目前啊 回擊的質量應該是安全為主 哇 在前一次的暫停回來了 現在變成劉思文 他的食物太多太多了 劉思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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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出頭 加油 豐天輝 加油 豐天輝 加油 這次出王 劉思文的發球 盡量偏右 讓豐天輝用他的正手位去處理 對 這次是他策略 出界了 教練都搖頭 都搖頭 事實上 對 豐天輝來講 現在沒有壓力 他也是回擊 不強求力道 他只是打穩 反倒劉思文拼命的 節奏上 沒有跟好 再次的反手又失誤了 哇 截然不同啊 跟前面三局呈現截然不同的情況 現在反倒劉思文呢 6比8 剩到2分的落後 加油 加油 瞬間逢天輝的氣勢 好像上來了 大概 以比分來講會 越打越有信心 有安全就好 哇 漂亮 對啊 越來越有信心 我想 盧斯文 弱點 要趕快的打向 馮天輝的正手位 直線球 因為馮天輝他不會去搶 但是呢 他是安全的 跟你對抗而已 他才能擋回去就好了 對 他應該是叫開他 對 好球好球 無限展現 無限展現 直接打球桌的中路 哇 終於搶了 終於成功了 哇 這比較少看到 在前面的三局 幾乎都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對 事實上啊 馮天輝的這種 所謂的 反手結合側身 這一板的殺傷力 是最強的 那也是在 比賽過程中 第一次出現 整個信心 有點提升了 那對 劉斯文來講啊 心態一定 非常的懊惱 怎麼突然間會落後呢 哇 連發球都有 感覺 好像 不是很順啊 這一局變得不太一樣了 就在那個暫停回來之後 要嘗試主動積極的 低板要做搶弓 8比10 8比10 從天輝領先2分 發球搶弓 最能拿分 看能不能 好好的運用他的策略 發球搶弓 真的是搶弓 哇 結果這個搶弓被擋了回來 哇 這個 劉斯文呢 確實有一套齁 這個球已經是 非常不利的當中了 還能夠反拉 還是要 還是 第二次的考驗 因為畢竟呢 馮天輝發球的進攻的能力 是非常強的 好 發短球 還是搶弓 好 哇 連續對方的搶弓 都被 都一直是被擋回來 對 所以10比10 在現在呢 關鍵的第四局 幾乎到了Duce 對這兩球呢 有時候我們展現出 防守能力 確實是 非常 這個 壓力上是有 但是呢 能力還是一流的 哇 哇 這個球可惜 也是 馮天輝的搶攻 丟掉了 聯繫三球 哇 這個 對 劉斯文呢 還是 展現出他的穩定性 原本在這一局 馮天輝有局點 現在 因為自己的問題 所以反倒讓劉斯文呢 有match point 哇 我就是 跟他賭啦 這個球很少 在 過後的一分 還發一個集場球 直接拚球 所以馮天輝呢 我想他也想說 我就是放心 放開的打 這個對劉斯文呢 會產生一些的壓力 反正他就拚了 對對對 沒禁就算了 嘿嘿 哇 整個亂掉了 整個亂掉了 劉斯文這邊也嘗試要來拚一顆 對 那這個 DUCE ONE 領先的馮天輝呢 因為前一學的發球是集場球 所以他在變化上就有很大的空間了 當然對馮天輝來講 就是機會 就是機會 應該是發偏右短球 好偏右短球 搶攻 哇 哇 這個自己的機會 結果就這樣錯失掉了 12比12 再度回到了DUCE 哇 非常積極的搶攻喔 後段 但是 很可惜 確實 馮天輝呢 後段的這種狙擊度呢 比他前幾集來的多 還是 產生的失誤 至少在這一局 看到一些比較積極的態度出現 搶攻 喔 終於 拿到的分數 當然這個球呢 劉斯文呢 也打得很有 這個戰術 齁 出界齁 還是回到了 13平 哇 雙方在第四局了 持續纏鬥當中 再度變成了Deuce 哇 搶攻 突然要變換個直線 結果沒有打好 14比13 又是馮天威的GamePoint 馮天威很清楚喔 他的優勢就是測開測開再測開 哇 漂亮的反手結合 側身這一板拿下的第四局 所以在這一局呢 雙方是打了一段時間了 最後以15比13 馮天威追回了一局 1比3 戰時落後 因為現在的第一次是 節目為 雙語播出 歡迎再回到這場比賽 那麼馮天威在剛才的第四局 終於展現他自己一貫的打法跟特色 側身的轉正拍的強攻 也為他呢 在剛才的第四局是以15比13 擊敗了劉士文 所以會不會在待會的這一局 第五局的劉士文 他的壓力會更大呢 對 一般來講喔 如果劉士文呢 沒有改變一些策略喔 包括呢 快速的直線 一個加速掉開 馮天威 要不然就是 劉士文一定要轉回正手進攻 就要掉開 但是這個球很明顯的 馮天威呢 我就在逼 逼你打長球 那這個長球對抗呢 因為馮天會側身很快 哇 這個當然 每個技戰 戰術要怎麼應用呢 就看選手 是不是應用得恰當 一個幸運的差邊喔 拿下了第一分 哇 整個進攻了齁 劉士文呢 他級數是3比1領先啦 這一局就是不能太保守 本身呢 你要有壓迫性的打法 就是進攻 先上手 先有壓制性 目標是先攻再說 對 你先防守 這個球明顯的齁 教練有指示齁 在劉士文的一個 如果有速度呢 就打向馮天威的 偏右正手位 但是聯繫兩球呢 自己產生失誤 那這樣的話 對戰術的執行 就有出現一些問題的 比分來到了2比2 有點被壓制住了 這個球也是馮天威的 進攻之後 所以劉士文 防的也有一定的能力 其實是加速的 前衝式的反手拉球 劉士拉得非常快喔 對 劉士文的特性喔 就是 球落在桌面的 上身的 一個前起喔 就是出手 那相對的呢 這個伺服力也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他的技術就是 喔 對啦 要搶攻了 要搶攻了 他的技術是有辦法 在剛 球剛彈起來的時候 馬上出手 對對對 在一般的選手 這個難度是 會比較高 所以一般選手 會稍微慢一點打 但劉士文他就是快節奏 終於擺到了 這邊換轉一個直線 再讓劉士文拿到分數 對 教練應該很滿意 他知道 馮天威要拼球喔 勢必是要轉身側身的 誒 第一板就直接要打 會不會太擠了一點 對 應該先 拉穩 過度一個 齁 再來做一個 來回對抗 他自己也知道 他不需要拉那麼兇 3 3 對 這次的一樣的位置齁 這一球就不一樣的結果齁 可以看出劉士文呢 還是調整他的弧線 馮天威這種回球的失誤 在今天真的出現很多次了 比分變成了7比3 錯 這個時候 來回的對抗 你可以看出 馮天威我就不測 我就等著你的 我的正手位齁 做一個反拉 在你的比賽的過程齁 就是選手的心理的對抗 這是在 比賽場上的 應有的一個 一個技能 所以選手要冷靜 突然來了一顆長球 有 有點出乎馮天威意料之外 所以現在呢 劉士文是拿到的第8分 8比4 這球擋出界了 琉琉 麥ritt 加油 哼 打得接發球失誤了喔 分數來到8比6 翻完 也是我們的關鍵兩次的發球 我想還是發短且搶攻 不要太多的這種防守的回擊 看怎麼發球 發球 先進攻 對啦 一個直線球 完全打開了一個馮天輝的位置 才想要拼球 正手這一球沒有打進去 應該是有點卡到他手指 10比6了 劉詩文在這場比賽呢 有match point 這對馮天輝來說壓力又更大了 在第四局他已經有點放手去拚了 最後也拚回來一局 不過現在這一局是比較不妙的 直接要拉起來掛網 結果在最後也結束了這一場比賽 雖然在第四局馮天輝有拿下來 不過在第五局呢 他的老毛病再度出現了 今天整體比較起來的狀況就不是很好 那麼在最後呢 劉詩文是成功的復仇 他以4比1的局數 擊敗了新加坡的強敵馮天輝 闖進到了後面的四場比賽 接下來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呢 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再會啊 待會呢